她老輩當然是不穿胸圍 她的奶對著我 哇 明星的胸 不是我老婆的胸 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a 今天問問Mika敏感的問題 如果 我說如果 你男朋友性事上不是很滿足到 無論什麼時間的持久什麼什麼 是否會影響到感情的發展 其他方面是否OK的事 假設是 例如她是細心的對你 專一對你 亦是你喜歡的類型 就是在性事方面 哎呀 你好像在搶緊一點 那我也如過 我沒有叫你講真話 現在你自己講真話 我不關我的事 糟糕 我當然要看女生的需求度 如果她是那些 都很需要性的那些 那這個就應該不行了 我現在就說 我不理你 即是哪個女性 即是你要求要80分 總之她就是差一點點 達不到 即是我亂說 那些女生覺得 我一個星期嘛 搞三次 她不行 我一次半 硬硬硬是就滿足不了我 會差一點 即是感情發展你都覺得 會有影響 即是除非她其他位置 真的很完美 否則真的會扣點份 會扣點份 會啊 女生都會這樣覺得 你覺得女生不需要這些 不不不 我不是這樣 而是我想看看女性怎麼看這件事 都很重要的 其實我又發現一件事 什麼啊 就是我小時候聽 和大了一點聽 女性的評價是不同了 我在中學那時候聽 或者還在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聽女生去形容 回答我同一個問題 覺得姓氏不是很重要的 只要她疼我 對我專一 又又又又又會怎樣 OK的了 但是當我長大一點 不完業了 出來工作了 再去問回同一個問題 那回答有點不同了 原來這件事也重要啊 因為女生我覺得 小時候始終她沒有那麼享受那件事 是 即不是那麼懂得享受那件事 反而越大的時候 你進來就沒有那麼害羞 二來大家就開放一點 即是你開始懂得享受那件事 你就會覺得那件事其實都重要 是 是的 好啦我們今天呢 都同樣有這個問題煩惱 不過這個是另外一位先生 他有類似這樣的煩惱 他亦都做了三盒東西給我 給你試一下 等下說這三盒東西是什麼 我以為你還說是你用完的體會 哈哈 我等下告訴你為什麼我沒有用完的體會 我快點叫麥超先生出來說一下他的故事 麥超在這裡 麥超 你有故事發生什麼事 先說一下我自己先是嗎 我做生意的 錢還有一些 但是女人是沒什麼的 本來好像我差不多年紀那些 或者有這樣的身份的人 都有不少女人圍著的 但是我老婆管得比較嚴 這些就是我簡單的背景 我上年認識了一個落選的那些小姐 即是我不能說是誰的台 不說不用說 下選的意思是什麼 即是他 參選過的 在第四百名那些 海選那些 不是 入不了頭三名那些 入不了頭三名都可以 即是上過電視 上過電視 是啊 然後呢 他也挺漂亮的 小小的身材都平均的 不錯的 我老婆和我沒有什麼感情可言 有時候我通常都寄情工作 有一次去大飯局那時候 每次都認識到很多人 那次剛好認識到這個落選的選美小姐 Susan 我差不多大了她20年 在那晚商會吃飯那天 她自己約我又下場 是她約我 不是我約她 她說 她還說 對我的行 即是投資我的行有興趣 又說想跟我學習 我就賣一些儀器的貿易 她又說想投資美容儀器 我當時也不知道她原來沒有什麼錢的 沒有什麼錢的 投資什麼東西 傻傻傻還跟她走來走在那裡聊 聊到一半才發現 她原來是說沒有錢的 根本就是想餓了 打探一下情報 聊到半夜 聊了很久 我們就差不多喝完這支白蘭地 她就開始識有我了 自己很生氣 我作為男人沒有理由不想的 是她引誘我 不是我說要先搞她 那晚還穿那條裙子 你真是猜不到她的 那些女人真是神經病的 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來的 穿那些露背 但她的胸口有一塊 不知道是什麼布 整塊木板 她硬拔拔的 蒙面超人的那些 好像道具脫下來 那條裙子正常一點的 是短一點 她就脫了那塊木板下來 然後又三排兩撥 那我都沒有答應她什麼 她就自己脫了這三褲 那她老背當然是不穿胸圍 那她的奶對著我 嘩明星的胸 不是我老婆的胸 那感覺真的很不同 她那個出名的程度 是說出來是有人會記得她的名字 也有些人知道她是誰的 其實上過電視的 上過銀幕的 即是她認得出 是呀 穿泳衣 是呀 會認得出 是嗎 那也不同 那是有點遐想的 我明白你說明星那樣的 是 好啦 人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那一刻我也忍受不住 想不到那一晚真的輪到我了 當然什麼都硬了 十秒鐘也不用了 我就脫掉那些衣服了 我忍了很多年了 就是跟我老婆 我老婆又不喜歡搞 那我一次過打算發洩在她那裡 我看上去她也挺享受的 不過呢 就在這個時候呢 就出了問題了 那我跟她搞了五分鐘左右 那又換一下姿勢 那下面呢 就軟了 那我心裡面很想搞 但是呢 弟弟又不聽話 平時呢 我可能我打手槍啊 或者怎樣 我不發現我自己 實戰的狀況是差了的 但是沒有理由的 你剛才說你 你一陣子儲了十年了 你為什麼會 你是不是說自己 就是可能打得多 自己幫自己太多的時候 哦 會影響了 哦 會影響了 那立刻那一刻就沒辦法了 那一次就沒什麼忍了 因為之後 那一次就是這樣完 嘩 交付完了 哎呀我的天啊 嘩 嘩 你人生中 你那時候有很輕奇的電話 你不打給我 你叫我來 我來幫幫你 幫你接你 下一場 你先坐一旁 再坐一旁 好了 Anyway 那怎麼辦啊 那我呢 很裸皮啊 我衣服都脫了 你敢對我 是 還有我最初那一刻是很興奮的 我都想不到五分鐘之後 又起不回了 是 所以我第二次 我次約他 就是在大概三個星期之後 已經在數碼廣告那裡 買了一個樓了 我跟他說 我跟他訊息聊 他說 他想買樓 我說我給手期 寫他名字 他自己工 你見過他一次 什麼都沒拿到 你現在在哪 我現在過來找你 我其實我也想買樓 數碼廣告 OK 不知道你什麼說的 見過一次面 你買樓啊 是 不 Mika也在那裡 我們也想買樓 然後呢 我就說只有我跟他可以上去住 他是同意的 我跟各位朋友說 其實可以交女兒 也要一點點成本 不可以無本生理 我就知道交女兒要成本 我有沒有這份成本 大哥數碼廣告首期 你給不給我 是否不給你先啊 哈哈哈哈哈哈 給了首期我就可以的了 哈哈哈哈 大哥 你這麼大口 要求你 要點成本啊 Hanky 先生 他很喜歡男蛇 要點成本 然後呢 那你真的買了 這麼棒 你是要花點成本的 OK OK 但是在訊息那裡 他也跟我說 他有個非文的男友 其實是真的有關係的 嗯 所以呢 我就是他的第三者 他也是我的第三者 那就公平了 我不介意的 起碼他老實說給我聽 嗯 不要說 隨便帶這個又帶那個上來 之後呢 我就去數碼廣告 就跟他討論 那次呢 我發現那次只有五分鐘 即是發現那次不是意外 我覺得 是真的你的功力只有五分鐘 即是我每次都是這樣 那Susan呢 就有點不滿意這樣 又覺得時間太短了 那他就找男朋友去滿足他 那很沒面子的嘛 人家知道我不便 然後就去找個男朋友 啊 我不知道那個男朋友知道 但是 那我很沒面子的嘛 很沒面子的嘛 嗯 嗯 那那個女人還要 哎呀 滿足不了 所以要找那個男朋友 如果我滿足得到他 那他可能不會去找他呢 嗯 很苦惱啦 那我又 後來就 剛好呢 我又遇到一個前輩 他就出了名 日日呢 都換話的 日日都有不同的女人在身邊 跟他玩的 我硬著頭皮就去問問他 那他就跟我說兩樣東西 一就是姿勢 二呢 就是精氣神 先說一下什麼叫姿勢 我以前就對著一個女人太多了 整天都只是對著我老婆 那就沒有什麼對手練習 他說原來姿勢呢 是可以很大幫助的 就是我跟Susan呢 多了研究呢 是 真的 真的好了之後 多一點不同的姿勢 換一下不同的動作 姿勢 我想聽一下女性的意見 是不是 真是關鍵 姿勢 感覺有關鍵 但是我不知道 那個長 那個時間有關 有關係的嗎 就是我研究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 你不要看那些 AV好像很誇張 其實真的有時候 要做些挑戰一下自己的動作 當然大家要看著自己 但是 還有那些 在不同的地方 像是 那些 也是有很大幫助的 好 我大膽請你 可不可以說一個這麼大把 你的姿勢 你可不可以參考一下 例如 正面抱著她 她的腳也夾著我 這樣 繳著我的腰 這樣 紅袍那些 是嗎 就是張柏芝那些 紅袍 不過又看看你的男人 舒服 你沒有理由撞傷自己 這些動作有時候是危險的 大家要練習一下 這個在形式上 其實形式上有刺激 是的 就是離開地心吸力 紅袍著 好 姿勢那裡有幫助 有刺激 第二個精氣神 這個精氣神是什麽呢 是什麽來的 就是 前輩介紹我的時候 是保健品來的 保健版 推薦我吃 我最初很抗拒 好像不行啊 要吃什麽藥 他說不是藥來的 沒有什麽副作用的 我後來都是再聽朋友說 保健版沒有藥性 自己去萬寧都可以買 他說中年男人 或者你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吃 你不需要就不吃 是那些吃了不可以停的藥 即是不是藥物 它是保健版 就是宿條紋那些 是宿條紋那些 對你有什麽幫助 你說我心理作用也好 什麽都好 我吃完之後 我第一 就覺得真的是硬了 就是硬了 幫了你的硬度 因為你剛才有說 你五分鐘就有借皮 那現在就不是了 我覺得是硬了 再持久了 硬了已經持久了 之前有五分鐘 對 之前有五分鐘 現在呢 都可以有三四十分鐘 噢 噢 那你剛才說前輩 但你十年了 即是他六十 那他也很厲害 六十 日日玩女 真的 日日玩女 我告訴你 有一天 順豐哥哥就送貨 送貨 然後他又說 我寄一些好東西 好東西 你是輕而賺 寄了 很漂亮啊 這包裝 精氣神 然後我又上網查過 日本配方 然後打開 刺 刺 你很好吃 你很好吃 現在 除了那個硬度 持久度 強了之外 第二 我覺得體力很厲害 體力是耐了很多 以前 我這些小組運動 小組運動 搞了一陣子 已經累得不得了 流汗 現在呢 剛才說的三四十分鐘 是一場而已 現在呢 我回氣 回得很快 這是第三個重點 回氣回得很快 我做完三十分鐘 休息一個多小時 可以再來一次 以前最多一晚 就一次而已 現在可以 如果我回到氣 起碼 回想當年 我可以來多劑 我試過一晚三劑 對著Susan 一晚三劑 Susan自己也要受得起 一晚三劑 我很少這樣做 就是 我看Mika的最高機動 有多少 沒有沒有 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都要吃 有 如果跟女生剛開始 打得火熱 可能都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熱戀一點 打得火熱一點 會是的 你也提醒了我 會氣也是一個問題 的確是 而且某程度上 都反映了你的身體體力 你能不能回氣 還是你做完一晚 然後要借皮三晚 這樣 OK 是的 我還沒說完 還有 故事裡面 最重要的是 現在Susan 和她的男朋友分手 只是跟我一起 你說我用了這個 他用時間征服了她 然後點了我的命路 哈哈哈哈 另一層樓就是我們兩個住 我們說收紙值不值得 我說我也值得 哦 OK啊 你洗這個成本 很有回報 哈哈哈哈 她洗了兩筆成本 第一 數碼趕首期 阿呂你自己供後門 是的 第二呢 就買了一些保健品 精氣神 是 精氣神 我看看貴不貴 唉很少錢 哦 萬寧買得到都不貴 如果你要一些face紙 那些錢就不貴了 是 哦 OK的 哦 你說到這麼有用 我試一下 我們還沒聯絡 我試一下聯絡 華人若要精氣神 看能不能贊助 HANKYSAN三瓶 或者每個月 不知道要吃多少 嗯 那就看看可不可以 把連結給大家 看看有沒有優惠價 這一刻沒有 那大家看看 在Info Box 看看有沒有他的文字介紹 如果我們找到 我們再加下去 好像我們其他產品 就是如果找到這些贊助 一起益一下大家 好了 喂 你阿密超哥 你就沒話沒說 收起來 現在anyway 他就和男朋友仔 分了手 就和你一起了 只是主要對著你 是啊 他現在都很不得閒 現在 很不得閒 好了 好了 我臨收線前 我只是問你一個私人問題 你不怕他欺騙你嗎 很多富商都被人欺騙 看你那些有錢人 IQ智力都低人20 對著女人的時候 什麼欺騙誰 我現在就算我給了首期也好 現在他每天都在拘我回來 和他搞事 或者我可以和他搞事 他有讚的 我還想怎樣 是不是 我還想怎樣 有個明星 是 我收到首期少少錢 就好像包養了明星 你說多誇張 好 多謝你 希望你生活愉快 OK 拜拜 這些個案 出了街 當然很多人留言說 你擺明被人欺騙 傻佬 對 很容易有些什麼先人跳 是否類似 先人跳 來到這裡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那麼久 但是一開球很容易 就是 是不是 拍幾張照 然後勒索一下你 那些朋友 我不知道 還是那句 他那個局這麼大 但是我未必 我不會這樣 但是 沒有人先人跳 我這樣 你信不信 如果現在這一刻 有一個真是出名的 然後又真是身材漂亮 他樣子又好 這樣切個局給你 如果我知道是局 我當然害怕 你不知道 但是那一刻 你有想過會不會是局 但是那一刻會不會 都挺把持不住的 你說到這個局勢 因為人有一個僥倖的心態 可能不是局 人家對你這麼真誠 你幹嘛這樣想人 你不是怎樣 很有誠意 你沒理由 我懷疑你是局 小姐你先穿衣服 你出去 我就是這樣的 各位觀眾 如果對Mika也有意思 坐下首期 你可以做什麼 記住剛才所有的條件 好的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以上節目是經過生戰的 如果大家想看觸本版的話 那就要快點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之後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TG Group 裡面有2000個朋友 跟你一起聊天 還有分享過故事的主人翁 都在裡面 現在快點訂閱 還有加入會員 那